新浪娱乐 新浪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创造营2020学员张亦凡 啥来的 我想好了的 有点紧张 勇于挑战 无端突破 精彩结论 精彩结论 节目里展现了很多面 刘县林 赵月 孙真妮 然后还有 刘梦 当时说 就来这边 也没有说抱着什么目的 就是想来成长 来学习一下 当时的目标就是 就完成好每一次任务 然后舞台都要完成好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部分 目标 没有 没有 可能就是 学渣之间的 心心相心 其实之前也没有很熟了 然后后来都在五天班嘛 然后就发现有两个人 共玩好像一样水平不是很高 然后学动作也挺慢的 那你为什么喜欢能看三个之间的关系 就是咋说呢 我跟天津凡在一起 我俩就除了打打闹闹 吃吃喝喝玩玩乐乐 就没有什么别的了 就我们俩在一起就纯开心 跟孙真妮就是 就是 我一起说说心里话那种 可以说没 因为我们发现 他长得有点像一个卡通人物 你觉得像什么 我应该是 像谁 就很像啊 对吧 很像 那你们思想也会这样 就是开玩笑 会啊 就 光头墙又来砍树了 他什么反应 他就这样 就是我选C的时候 就是我选C的时候 我太敢了 我真太敢了 就一直想尝试的事情嘛 然后就 怎么说呢 就是 因为其实我也知道自己 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强 然后每次看到人家在 在C的位置 就是也很羡慕 然后其实那天就是想试一下 就是 然后就是 因为就是 敢嘛 尝试一下 然后 谁知道就真的选上 你觉得你当时的优势是什么 就因为我们那首曲子是 夏天的风嘛 然后就大家可能是觉得我的 就是 感觉或者 气质上跟那首歌比较搭 敢不敢现场挑战 黄子涛老教练在团体办法中 对你说的那句话 他拿麦 是这样 然后拿了个手卡 然后 我就学那个能行就行 不行就走吧 也行 笑吧 我心慌了突然 我心慌了突然 好 找到了 教练稍稍有一点 完蛋了 我完了 没事 你不怕他 我开始了啊 稍稍大一点 能行就行 不行就走 然后转身就走了 你的口音谁都好不像吗 没有 这不是最像的时候 我有点紧张 太慌了 你觉得你最像的时候可以来 不行不行 我现在太紧张 我太慌了 我不敢了 我不敢了 完蛋了 我本来不怕了 我现在又怕了 你是怕这段播 就觉得还来报复你 我有点慌 应该不会 他应该看不到 我觉得 我之前对黄子涛老教练 你害怕成不知识 那么 现在 现在 2到3分吧 然后刚刚那个举动 现在到5分了 后面我们分完站队嘛 然后就是黄教练 会经常来跟我们上课 然后就慢慢接触下来 就其实发现就是 其实也没有那么凶了 那我觉得 在冲造营正经济 之前拍少年的你 就我知道什么时候 就要去拍 然后你就心里 就会就是 有那种心理建设 然后 而且是演戏嘛 然后就是你自己也有那种 酝酿情绪啊 的时间 然后来撞头营 就出舞台吧 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到你 然后你越到后面越紧张 我来撞头营之前 我不知道我这么爱哭的 练舞蹈是一个很苦的事情 然后说如果说张一本 这么爱哭的话 那他怎么坚持下来的呢 就芭蕾这么多的 其实我小时候也没有觉得芭蕾苦 就我现在也不觉得 就是芭蕾就像别人嘴里说的 有多苦啊 就毕竟是自己喜欢的事情吧 其实再苦也是开心的那种 以前练芭蕾 其实没有怎么苦 会苦 但其实哭得很少 特别少 那你觉得为什么来这儿 突然好像眼泪就断了呢 就还是因为来这里 就是做了一些 自己不擅长的事情嘛 而且就是第一次 离开家这么久 因为我被我妈妈保护挺好的嘛 因为我妈妈一个人带我 然后就来这里面 就突然自己一个人了 然后就无依无靠 然后特别没安全感 对 生活中 依然什么样的事情 会影响和局限 有没有临时被人感到 我反正崩溃了 是崩溃了那天 没有 还是没有找到的事情 但是 但是后面 宋教练 宋教练说 他就送我两盒巧克力嘛 然后他真的就送给我两盒巧克力 然后他真的就送给我两盒巧克力 现在还偷偷的巧克力 可以吃巧克力 没有吃光 没有吃光 但是第一个晚上 就吃完了一盒 然后 后面黄教练 他准备了好多香巧克力 然后每个人都能分得到 你说不其实吃巧克力 会觉得很有点容易发烫的 你不要觉得那一盒 你没有看到我说话 犹犹犹犹的 我担心 我来这胖了不少 你不可以爆料 张亦凡 张亦凡 那贵婚是什么 疯癫多一些 所以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是我小时候算命的时候 因为我以前不叫张亦凡 我改过名字了 然后张亦凡这个名字是算命 以前名字是什么 以前名字叫张子玄 那请张亦凡现场报料分件 张贵芬是想发生过的虾雕事 你刚才说张贵芬是疯疯念念 你让我自己爆料我自己 对 爆料 没有 张贵芬是完美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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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姐姐 都很开心 有点不好意思 那你知道她好像这一期又偷偷爬墙和其他人吗 不知道 你要挽回一下 啥意思 你们上一期喜欢你 然后这期就喜欢了别人 你要挽回一下她的心吗 怎么挽回 我想挽回我挽回 但是我就觉得还蛮正常的